近一年来,随着英特尔12代Core的强势发力 AMD桌面CPU的市场份额正的急速下滑 已经从最高的39.7%下跌到了34.3% 而距离英特尔更是有的65.6%的差距 所以为了挽救市场 AMD便祭出了新优推出和老优降价两个大焦 其中R7-5800X3D、R7-5700X、R5-5600、R5-5500等四款新优 都要旺在本月发布 而锐龙5000系列现已最高降价了1650元 至于更加详细的信息 下面就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早在去年年底 AMD就对R7-5800X3D做出了预告 即将会采用刃三架构打造 拥有8核心16线程设计 基准频率为3.4GHz 最大锐频为4.5GHz 同时还会搭载AMD最新的3D VCache技术拥有96M的超大L3缓存 但换句话而言 R7-5800X3D其实就是在现有R7-5800X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L3缓存 至于在性能方面 根据AMD官方表示 R7-5800X3D的游戏性能将会直接提高15% 并能与英特尔的i9-12900K互相竞争 毕竟目前i9-12900K仅有30M的L3缓存 同时通过实际测试来看 在最终幻想14、古墓丽影暗影和孤岛精亨6的1080P全高画质下 R7-5800X3D的性能表现领先了i9-12900K的10%到20%左右 当然与之更多的还是不相上下 打为平手 而在另一方面 AMD还将会推出锐龙5000系列中最具性价比的CPU R7-5700X、R5-5600和R5-5500等三款 而它们都将会基于台积电7nm制程工艺打造 其中R7-5700X为8核心 16线程设计 拥有32M高速缓存 TDP功耗为65W 预估性能对标i5-12600KF 国外售价预计299美元起 原合人民币1889元 而R5-5600则为6核心12线程设计 拥有35M的高速缓存 TDP功耗为65W 预计性能对标i5-12400 国外售价预计199美元起 原合人民币1257元 至于R5-5500 由于其可能不支持SMT超线程技术 所以仅为6核心6线程设计 但同样会拥有30M的高速缓存 TDP功耗为65W 预估性能对标i3-12100 国外售价预计149美元起 一合人民币941元 与此同时 R75-8600X3D R75-7000X R5-5600和R5-5500等四款CPU 都有望在本月上市 所以感兴趣的玩家们可以期待一下 然而除了新鸥登场以外 雷龙5000系列的老优也已降价了18%到27%不等 其中旗舰款的R9-5950X 原价6049元 现已直降1650元 只需4399元 降幅27% 而此旗舰的R9-5900X 原价4099元 现已直降800元 只需3299元 降幅19% 至于其余的主流端R75-8600X和R5-5600X 则分别从原价3199元和2129元 降到了2599元和1599元 降加了600元和530元 降幅18%和24% 这样一来 AMD CPU的性价比可谓又一次被呼唤了起来 苏妈 你可这些太懂了 当然要想挽回桌面CPU的市场占有率 单靠这些还远远不够 而下半年的R4 CPU才是AMD的重中之重 所以各位玩家们 请继续保持期待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一键三连 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